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号大叔为您带来的 刀海直播比赛解说 来看一下2022年的DBC联赛 中国赛区的比赛 那么这场比赛是来自于IG对战小太阳LBZS 双方BO3的第一场 那么这场比赛的阵容方面 菲菲拿出来的是一个露娜5号位OA的霍兰支援 然后再加上3号位的马尔斯和4号位的小精灵 中单拿的是一个团长 那么LBZS这场比赛是一个3号位潮汐 1号位骷髅王中单DP 然后蚂蚁加上老虎的双酱油 这个阵容还是 从双方的这个阵容整体阵容来看的话 我个人感觉这个阵容的话 当然是我最近一直不太喜欢的这种 就是拿越奇的这个英雄 但是呢 这场比赛他在3号位和这个中单位的功能性上面 还是非常不错啊 这个不管是船长还是马尔斯 两个英雄的控制 还有对于整个战场的一个战位的影响的能力都很强 而且呢 能够补足一定的输出 所以这样的话 越奇在输出环境上面还不错 酱油方面的话 有一个无视无缅控的霍兰支援和一个小精灵能够去给露娜增加他的输出能力 这些来说的话都是不错的 不过这场比赛由于对方是有一个潮汐加DP加骷髅王这三个大哥都比较肉 三个比较肉的大哥的情况下 越奇这个输出他够不够就是一个问题了 不过从两支战队的实力上来讲的话 可能IG最近的这个比赛状态不是特别的好 不知道这个能不能把自己的状态也调整回来 这波船长的一个标记也回去以后 这波这好像是插一个睛眼看到了对手的这个蚂蚁 因为蚂蚁并没有提前去打 还是等对方先动手 这个地方DP开大开吸血 过来以后老虎这里威胁一下小精灵的位置 小精灵应该是不救了 这波肯定是救不下来 最后是PP的DP在中路配合过来的两个酱油的 成功的拿到了一个衣血 这块船长直接是开船 然后用水刀去清风线 但是DP在这个位置刚好是有一辆车 所以也是直接选择在这个地方 这个DP这个DP的血量要稍微注意一下 DP这个地方是自己扛了一会儿塔 然后选择要去多利用这个车子来拆一拆对方的防御塔 船长这个玩意又给上一个水刀 不过DP这边大招结束以后把自己的血量已经吸回来了 这样的话中路的一塔是用了一个大招就直接给拆掉了 效率还是很高的 这块船长给了一个水 不过并没有中 所以再给人一个标记 反驳 nice老虎贴过来一根剑 跳过来以后小精灵连上就救一下 多拖了对方的一轮攻击 不过最后这个塔还是被拆到了 今天的声线不一样是因为刚起啊 我真的是刚刚从被窝里边爬起来 就直接坐到电脑前面 然后赶紧开电脑直播了 昨天晚上直播了那个欧洲区的比赛以后 确实还是比较 就比较晚了 比较晚了 然后今天起来的话就晚了一些 我原来想的是今天第一轮比赛的话 可能或者第一场比赛的话 如果睡过头了的话 就先割一场 但是 这个 对吧 职业素养的灵魂 一个极其用的职业素养的灵魂 呼喊着我 叫我从床上叫了醒 这类老虎给上一根剑 不过这根剑的位置呢 确实是跟不上了 这边DP应该是要把他强行追死的 追死以后船长的这个标记 跟这个船其实是开磁了的 因为来不及了 没有时间去给他融合了 好在呢 这一个临死之前的船和标记 船虽然没撞到 但是这个标记把对方拉回来以后 JT支援到位 一个大招再加上长矛 乱七八糟的技能 还是成功的击杀到对手的DP 不过这样的话 船长在游戏的前期被打爆了 现在已经彻底被打爆了 SSP大宝的十个好位 谢谢老板 开局打了八分多钟 现在人头数三比一 小太阳在经济和人头上面都领先一些 这个差距主要是在五号位和中单位身上 以后来JT支援来睡一下对手 然后这个老虎选择是帮DP解了睡 其实这个解不解就无所谓了 因为你解了你自己还要重新去承担一个完整的噩梦这个技能 马尔斯在中路现在有小精灵连日的情况下 马尔斯这一种确实还是比较厉害的 对方就给老虎落下来 由于中路已经早早都没有了伊塔 所以IG这边也是在想办法把对方的这个中路伊塔 尽快给他推了 因为如果你不把对方的这个中路伊塔推了的话 你在整个野区的一个控制力上面 是要远远的弱于对手 但是对手这场比赛很有意思 他们在推掉你的中路伊塔以后 自己的中伊塔就是不放 然后呢下路的优势路伊塔 LBZS也把他给推掉了 上路恶魔的船长来 中路现在站不住了 所以选择是来到上路 第一件装备选择要出的是一个隐形锤 但是不得不说啊 这个船长找比赛的经济是真的够差的 这个隐形锤这个道具一般是英雄在到达七级的时候 差不多七级左右的时候就应该已经拿出来了 甚至有一些裸隐形锤的英雄 他可能五级就拿出来了 但是船长比赛他到现在为止都已经是十分钟 而且八级的多的一个船长了 就已经随身上没有到手了 当然这个跟他自己本身的这个出装有关系 他毕竟他就有了 那JJ也是一招大 先杀小精灵 但表达小精灵以后过来以后直接留住JT JT这个位置想DP但是回不去了 四个人加上DP的大招的这个伤害 还是集火能力很强的 这样比赛RBZS中单这个DP节奏很舒服呀 虽然说这个骷髅王的发育也很快 但是不得不说这样比赛这个DP的节奏打的是真的很舒服 第一个大招成功的拿到了一个一席 然后推掉了对方的中路一塔 这个效率就已经是出奇的高了 通常情况下 DP的第一个大招主要是用来消耗用 感谢这个真的实现不了老板的五个V卡拉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老板大起 这块护兰之缘睡一下 这里再加上一个水 然后呢小精灵带着马尔斯飞过来以后呢 再加上越骑的伤害船上 这块直接一个船长矛一套爆发带走对方 这种骷髅王这还切出了个笔章 这场再切来不及了 马尔斯这个装切的很及时 接在了一个你要是想切笔章的唯一机会上 据说今晚有精彩对决 今晚的最后一轮比赛是老干爹对战RNG 这个 新一届的这个所谓的刀圈春晚 下路这个一塔拔掉 拔掉一塔以后呢 有意思的是这场比赛居然是先拔掉了对手的烈士路一塔 没有去拔对方的优势路一塔 嗯 这块老虎被睡一家船长呢 直接可能是给上了一个标记 然后一个陨星锤 一个标记给陨星锤 标记是为了防止对方跳走 然后陨星锤的话呢是接电话输出 这边飞飞最后有这个DP有点挡不住的意思吗 这是 这要这要必须要想办法断一次对面的这个DP了 DP现在这个阶段还不难杀 还你还有招能对付呢 这个DP待会要再出个BKB5的 你真的不好杀他了 今天什么时候春晚 今天的老根爹的比赛最就是最早啊 注意是最早是晚上七点钟 算上延迟算上这个比赛的观战延迟的话 是在咱们这个直播间最早能够看到的时间是七点十五分 所以大家如果想看这个老根爹的比赛的话 那么可以等到这个可以先把这个门票买了 是吧先把门票买了先把礼物刷了 然后呢等到晚上七点钟过来再刷一次 这场比赛现在在团队经济方面倒是没有进一步被对方拉开 马尔斯这个点这场比赛的经济是不错的 但是船长和乐旗这边的经济 其实没有达到一个预期啊 没想到对方的这个BP节奏这么舒服 看看这里下路过来直接把这个下路一塔给他拆了 这个最后想直接是被这个潮汐一个平A打倒 关键是到目前为止 小太阳这边的骷髅王还没有去参考团啊 小太阳这边一直这个骷髅王都是在 就安心的去刷自己的经济 所以这也是让他的经济能够一直咬得住 IG里边的乐旗 这场比赛小太阳也是没有去给乐旗当挂架 让乐旗自己一个人去刷钱 还没去当于没去当挂架 然后一直是跟着马尔斯在打架 潮汐这边在下路这哥几个想动潮汐的手啊这是 你看潮汐这里直接插 然后再加成一个船 上来以后呢 这个潮汐是提前开启了自己的一个挑战 这里给一个大招 开始钻树连等自己的队友支援 但是DP离得太远了 在这个地方欧欧心里已经砸爪文具跳了一下 不过对方的人还是有点多 最后这个潮汐被带走 这一波就感觉不是特别划算的样子了 因为潮汐这个位置 DP这里给上一个吹风 老虎一根剑很准 小精灵连过来 但是好像还是救不下来啊 这个而且自己要买一等一了 那这里块人头是被DP拿到了一个 然后被老虎拿到了一个小精灵 这样的话最肥的经济点被断了一波 这个马尔斯的节奏被断了一波 几方现在的乐旗经济来到全场第二 跟对方的骷髅王持平 他说蚂蚁凤凤的A张大吃不吃这个吃把距离加成 吃 吃把距离加成不生效的是范围 这边这个歌王还是被隐形水直接 船长这一套技能这接的是个啥 我怎么看不明白他这个技能是什么意图呢 但是先给了一个标记等了一下摇允星锤 然后再准然后再给水再开船 但问题是水这个技能他的延迟 倒是也行吧 其实如果能实现完美衔接的话按理说是可以的 但是我怎么觉得这个有点 这还不如干脆就直接插船水呢 这个PP的DP节奏有点好 包括LBZS整队对于这个中单DP的一个支援都有点好 现在还是觉得中国战队没有会用小精灵的 都没有灵性只能打顺风 中国战队的小精灵 对于这个英雄的定位还是有一点点问题 有极个别战队在一定的时期内小精灵用的还行 但是整体中国战队的小精灵用的这个水平确实是稍微差一些 PP这块直接开大潮汐空大了 潮汐空大了 小精灵那里把队友救回去也可以 潮汐的这个空大时候没想到 这波因为IG所有的人都支援过来了 这波不可能去 在这种位置我不可能放过小精灵去死 在你的半场也就算了 在我自己家的远古野这块 我要是在直接撤退了那也太眉眉暗了 越骑现在是80007 那么阿尔斯跟这边刚刚过来打入山了 阿尔斯直接上来地空中山 装备方面是香味弊张 然后再做BKB 对手这个时候应该是看到了你也过来打入山了 波罗王直接把小波罗招出来 炒奇给上一个剪甲 波罗招元这个位置能不能先把波罗招元杀了 找一个机会看一下 越骑的BKB就这么被打出来了吗 稍微有点尴尬了 越骑这也开BKB BP 风杖把自己吹起来 潮奇在前面吃上来 波罗王来到战场以后一刀直接打到半血 BP这个地方最后还是被对方挤火带走 船长这块一个船开过来 但是这个船没有撞到人 完全没有撞到人 蚂蚁这里也开大躲掉 那么越骑在下面也是被对方给击杀 这样的话是精灵越骑换掉了对手的一个DP 但是蚂蚁和潮奇并不打算放过你们 这里船长给上一个水 这个水还行 那你回什么头啊 这个给上一个水走就行了 为什么恶魔杖有回头呢 老虎这块一根箭逼一下走位 再切笔章 这里潮奇再给水 骷髅王还在追 这里一个锤锤死 JT这个位置给上一个长矛 坤卡选择了买活 船长这个买活回来以后 直接被老虎一根风杖再接上一根箭 把走位逼一下 看一下船长 这里已经用自己的标记 留住对手TP回家的一个潮汐 小金灵跟船长两个人在追着这个潮汐 潮汐这个地方呢 被对方堵在了这个树林里边 被堵在树林里边 他也没有用这个 他为什么不拿这个砍树斧开树呢 捕刀斧能开树的呀 这好耿直啊这个潮汐 这个潮汐好耿直 不是他刚才站这位置被堵住了 不要紧 你把油门树砍了呀 捕刀斧这个玩意在身上 现在是把捕刀斧给拿下来了 刚才的捕刀斧在身上呢 我看着 我确定一下 我确定一下 咱们别 别别别看错了 看一下 你看那捕刀斧在身上呢 这捕刀斧在第一轮 他死了以后才把这个斧子给换上来的 那不管怎么样 刚才这波团战打下来以后 还是LBZS这边小转 船长的装备呢 因为他第一个装备做的是一个 这个隐形锤 有隐形锤的话 船长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他没有避张这个道具 没有避张的话 一方面 物理输出要低一些 另外一方面呢 缺少一个应急的措施 老干爹的比赛 晚上七点一刻 那个我因为已经回答了 好几次这个问题了 咱们弹幕观众 如果再遇到有问这个问题的话 弹幕观众帮着回答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LBZS过来 开始直接DP开大 拆打流肉山 马尔斯直接冲 潮汐直接冲上去了 潮汐手里这拨是钻大招的 所以IG并不能够去对对方的潮汐做什么 因为潮汐现在手里边是 一个橡皮鞋 一个挑战头 再加上一个 这个跳刀 这有点硬 确实有点硬 你不可能秒掉这个潮汐 打潮汐这种英雄的话 还是用什么夜魔呀 萨尔啊 杜姆这些英雄最好 来 霍兰君这里直接拉大 直接拉大 然后这块水 船DP的这个大招刚好结束 给自己回了一波血 但是并没有能够顶住对方的输出 这个DP其实 这是兵家大忌 他的这个走位是兵家大忌 但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的情况下 一定不要从河道去走 这种东西 大概力量被带走 船长没有币张 刚才好像听到切币张 是这样 我刚才看这个船长的血量太低的时候 我当时这个习惯性的在等船长切币张 所以我就直接说了 但是我突然想起来 他没有出币张 LBS这边表示是卡了 让我等一下 顺带一提就是跟大家说一下 今年的由于疫情的缘故 由于疫情的缘故 就是国内这边 国内的很多战队 可能就是需要依靠这个DPC的分数 就非常依赖DPC的分数 来去获取最终TI的一个资格 虽然照着现在疫情的这个情况 我估计可能 别说别说后边的major了 那今年你就是说这个TI取消了 我也不是太意外 但是呢 因为大家看这个查队 对吧 最明显的例子 大家看查队 这个人很有可能出去以后回不来 你回不来 这个就很尴尬 这里一刀直接带走 OEOE这里过来插了个眼 结果被对方直接抓死 但是也算正常吧 这个属于是5号位酱油 在游戏特定阶段 经常要面对的一个情况 所以现在这个国外的疫情 它不控制 就导致这个现在对于 国内的这个玩家和选手来说 他要去参加国际赛事 其实是冒着很大很大很大的风险的 查队还没回来 查队现在好像还有 好像还有 还有一 还有几个人还在隔离状态 就是国外 在国外 在国外这边在等着那个回国 好像是在 算在哪儿东南亚吧 还是在哪儿忘了 不是 国外的它这个共存不共存的这个事 这个咱们不管 但是咱们自己国内的这个防御措施 肯定是不能松 不能松懈的 主要问题是 他们能出现 但是他们不一定回得来 这个就很难受 因为你一旦回不来的话 你比较影响后边的比赛 一个major结束 然后到下一个dpc开始 其实中间是没有多少休息时间的 它毕竟不像ti ti一般是前后一个月都没有比赛 甚至有可能ti后一个半月 两个月都没有比赛 所以你有时间去调整 那说IG再输 LBZS估计要降到A级了吧 目前这个IG和LBZS两支战队 这一场比赛几乎是生死战 尤其对于IG来说 因为IG的分数现在本来就低于LBZS 另外就是他后边剩余的两个对手 除了LBZS以外 他还有两个对手 一场老干爹 一场星辰 你说他哪刚打得过 就现在最近IG的这个状态 打老干爹呢 就是被摁在地上摩擦 打星辰也基本上是要被星辰给打爆 最近星辰那边中单欧瑞的状态 比打ti都是好了不少 船长 船长这个地方的这个跳刀 但是用的稍微草率了一点 这个大招用的老鼓鼓的一根剑射中 这个先杀船长 但是对方集体船游 这个集体船游稍微有点硬 看一下恶魔开启BKB DT开始BKB在往外追 两刀 哎呦 这个船长没跑掉 对方这波是交掉了几乎所有关键的团战大招 但是能够去击杀到你的船长 好奇迹这波就算是没白死 骷髅王绕过来以后一锤锤住 这里再给人一个吸血 最后一个风拳 人头被骷髅王拿到 这样骷髅王打完这波以后是拿到了一个双杀 整体的团队经济 小太阳这边并没有进一步的拉开 主要是DP这段时间的经济下来了一些 船长的经济保持来是不错的 相为必张 然后跳刀 下一个招没做BKB 这BKB马上也出来了 DP身上也是很稳健的出装 那封杖以后补这个BKB 然后飞鞋做兵甲 好奇身上的装备A杖也快出了 这个肉山盾 肉山盾消 那么船长现在身上是BKB 加水晶剑 相为邪与星锤 一个精华指环 老虎 路纳这边是BKB加上魔龙枪 甲腿封脸 然后再加上一个快要做出来了的兵眼 骷髅王的经济领先越齐的话 越齐这个点 就是他跟骷髅王经济持平的情况下 他是绝对打不过骷髅王的 这个肯定是要被骷髅王打爆的 这块越齐拿到自己的兵眼以后上来点一下对手老虎 马尔斯这个长毛盯定一下越齐开始去输出对手的骷髅王 骷髅王这个地方第一条命没有打掉 这块没打掉 骷髅王切个弊张 陶希上来以后直接把后排跟自己的队友给断掉 断掉了以后小精灵连一下越齐 然后一刀秒掉 越齐这块自己趁着BKB的时间赶紧选择一张TP 然后骷髅王直接完成一波双杀 带走对方的双将游 另外一则DP开始大招在追马尔斯 这个马尔斯被沉没了 团长这个位置给上一个标记 结果已经学DP也是不少 直接开启BKB 直接开启BKB撤回来以后 然后TP回家 因为自己的这个大招也到时间了 不得不说这个LBCS 现在这个战队这些人 这个比赛打得不错 他们即便就是输掉的很多比赛 他们也是西白 他不是说像这种二线队 我们常见的那种二线队打一线队 直接被一线队按在地上 抬不起头的那种情况 他们打很多的一线队的比赛 输了也是西白 有很多机会 当然打老干爹确实是没办法 老干爹这个实力独一挡 这个没办法 差距太大了 其他的队友跟他们 船长的这个陨星锤这场比赛 怎么说呢 船长出陨星锤不算是一个整活橱装 他其实在当下这个年代来说 也算是一个较为常规的橱装 潮汐这个时候有大了 潮汐有大了 上来直接给大 这两个大哥都没来得及开出BKB 这样的话直接被打死了 这边看一下 先杀对方小精灵 月琪这块开着BKB以后 缩到一个树林角落里边 然后选择一张TP开溜 那小精灵和船长两个人 直接被秒掉了以后 老虎这里一根剑射中了 骷髅王追过来 一个锤 加上潮汐的一刀 一个巨浪 然后一刀 剑甲完了以后一刀 骷髅王直接妖怪般的杀戮 肉山盾的刷新时间呢 还是比较快的 不到九分钟 八分四十七秒的一个肉山 一刀 蓝鱼 十五分钟 靖座 闪一刀 逛二刀 一刀 落石 一刀 大刀 荷兰之园里边做出来一个倚泰 荷兰之园做出倚泰 但是现在双方的团队经济差拉开了 而且正面团战的能力 这个月琪这个英雄的疲软就已经显露无疑 月琪这个英雄最大的问题在哪啊 他虽然刷钱很快 然后呢 说来也有两个被动 对吧 一个加攻击力的 一个弹射帮着刷钱的 说来也有两个被动 但是这个英雄最大的问题 就是在于他没有办法去游戏 他没爆发 他完全没有爆发这个英雄 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 然后那种就是前一段时间出魔精 对吧 这个法器天赋物理出装 然后出魔精的这种月琪 之所以能够上场 并且很好用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拿月琪不是冲上去去给平A 那个时候大家月琪主要的输出手段是团战的时候我就离远一点 然后不停的去用我自己的这个魔精的这个月光去进行一个输出 我一波团战下来以后我虽然自己的本体可能没上去平A几次但是我用这个月光触发的那个平A打了很多次的伤害就有一点类似什么的有点类似当年的那个就是扔飞镖的PA 但是当年的扔飞镖的PA它是需要有25级天赋以后还是20天赋25级忘了 它必须要有那个三标刺客 它那个时候的这个PA是可以那么玩的 但是月琪不用月琪只需要20级20分钟就行了 它只要有20分钟然后这个魔精买出来了 它就可以有这个三标刺客的效果 这个不一样 现在这个版本因为它的月光这个东西被削弱了 就是魔精月光直接被砍了一半的效果 所以你光靠在后排去扔你的这个月光的效果就不好了 但是在扔月光效果不好的前提下 月琪这个英雄并没有被加强其他方面的东西 也就是它的劣势仍然是它的劣势 它的优势已经被砍了一半了 然后现在很多的战队还在拼命的去用这个英雄 除了就是我看过所有月琪赢的比赛 都是整队的实力碾压 整个队伍比对方的实力要强 你拿月琪才能赢 你说靠月琪这个英雄站的前排能够carry比赛的 这个着实是没有 或者换一个简单的说法 就是你能拿月琪赢的比赛 你换哪个carry都能赢 看一下DP这个位置 直接兵甲 这个地方是被对方给定了一下 定了一下骷髅王在树林里面还在追 看到了 两个人在树林里面一顿瞎绕 又看不见了 另外一侧看看这里巨浪 留一下小精灵直接赶紧把自己的对手救回去 但是OA的混乱追完被留住了 船长这个位置呢 朝西是往前追了一下 恶魔的这个船长也是跑的比较快 但是小精灵回来自己一个人送死了 只能是一个人回来送死了 但是三标刺客可以秒降游啊 三标刺客是可以秒降游啊 魔精月琪也可以秒降游 因为魔精月琪的核心装都是带大炮的 所以这个魔精月琪也有暴击 他的那个伤害出去的话 是一个这个平A的伤害 加上弹射的伤害 加上月光的伤害 如果触发了暴击的话 他这一次暴击的伤害不亚于三标刺客 为什么骷髅王有建设 骷髅王有天赋 骷髅王有一个20级的右侧天赋 是分裂 25%的分裂 这块马尔斯的PKP开起来以后选择一张TP 这个地方杀了对方一只小鸡 也为了杀对方一只小鸡开了BKP交了大招 骷髅王身上现在已经是B张挑刀BKP加上强席暗灭 还有肉山盾 还有下面一鞋 下一个装备准备出的力量跳 他说换次的三标天赋没了吗 换次现在的三标天赋 是没了还是改到25级了我忘了 我确实很久没因为很久没见过了 我就想不起来了 他说觉得月琪转去打2如何 月琪打转2不更没用吗 月琪这种英雄转2怎么转啊 他一对一的对线弱的离谱 手又短 为了刷钱你必须要加被动 你不能加高等级月光 然后手又贼短这英雄 伤害技能效果也就那么回事 然后初期的自带的属性也一般般 不能说很差吧 但只能最多就说一般般 现在是25级左边是吧 我记得好像反正是肯定25级 改到过25级一次我记着 但是他改到25级以后又改没改 我就没印象了 他说IG真的去A级是不是就量的差不多了 去了A级也可以撑霸A级嘛 制霸A级连赛这个不要紧 是吧一级连赛 然后再打回来就是了 但是这边马尔斯一个长矛给上去 长期第一个大招给完了以后 呃直接要被打死了 对方是三个BKB直接把他带走 后来居然拉住了BKB的骷髅王 骷髅王这个地方第一条命交掉 对手这边刷新第二个长矛出来 骷髅王的两条命 两条命都要抹得了 这个骷髅王直接被带走 DP只剩他自己一个人了 看一下这一波DP开着吸血 还在往前顶 月旗被带走了以后 还有一个船长 但是没有了大招的船长 没有BKB 打不过这个DP啊 对边这个DP太厉害了 骷髅王为啥不买活呀 这这波买活过来 没有第二条命 不厉害 对方这个被击杀的三个人 倒是都有买 这波团战骑整体下来的话是 IG这边赚 IG这边很赚 RIG这边打掉的是对手的134 马尔斯配合霍兰职员 一个睡 留住对手的一个DP DP这边应该是死了 应该是死了 封上吹一下自己 落地以后霍兰职员 后边的技能呢 看一下船长这里标记 雨清锤拉回来 哦 霍兰职员的这个睡 怎么还出现了一个小失误 看不 这里最后又是被对方给留住 不过蚂蚁是 急杀掉了一直在留人的 这个霍兰职员 那么这波DP 虽然最后被急杀掉了 但是好在换掉了对手的 霍兰职员 打断了一下对方 马上能够去反扑的一个势头 但是想LBZS 这波团战真的打得有点 有点烂啊 说实话 稍微有一点点烂 这DPA了一下蚂蚁睡转移了是吗 我刚才那个地方没注意 我以为是直接睡的 好吧 潮汐在面对对方有大量BKB的时候 就以这场比赛为例啊 这场比赛为例 就潮汐这个时候 他是不走前排的 潮汐这个时候 他应该是 就是因为你这边队伍里面有骷髅王嘛 有骷髅王的情况下 你应该是骷髅王去吃伤害 然后呢 吸引对方开BKB 这个潮汐主要的精力是站在后排去放自己的这个巨浪 这边潮汐第二个刷新大也用过了 看一下留一下月琪 月琪没有BKB了 只能是开大 但是这个月琪连死两次 没有买活 然后飞飞的这个月琪死的真的是有点尴尬了 那么肉身现在的刷新时间还有5秒到3分钟 这个肉身的刷新时间又是一个9分48秒的肉身 8分48秒的肉身 这个跟第一个肉身的刷新时间差不多 有会儿这边这边在带这个假赛节奏的啊 这个注意注意点咱们直播间不带这种节奏 不要去就是你自己玩我管不着对吧 但是咱们直播间不要带你节奏好吧 中路高地和下路高地高破 两路高地高破以后呢 小太阳这波团战的话是接住着你月琪不在 我正面团战这回无论如何我都能打得过你 所以这波是直接连拆两路 开完两路回去以后正好肉身一看刷新了 打个肉身盾 月琪的复活时间还有十多秒 按照他们打盾的这个速度和月琪复活的时间来看的话 肯定是来不及了 等月琪活了以后这肉身也打完了 这是一个刷新球碎片的肉身 刷新球碎片给到DP身上 这个DP是应该还是等一下 应该还是等一下 不如迷茫的IG该核去核同了 以他们现在的这个比赛状态来看 以他们现在目前这个IG的比赛状态来看的话 调到A级也未尝不可 再说他们其实现在不一定会调到A级 因为这是BO3的第一场比赛 后边还有机会翻盘 如果他们能战胜LBZS的话 后边呢他们在9T老干爹全打星辰 对吧 他们不就能保住这个 i4级联赛了吗 他说我看你波的场次有LUNA的好像都输 都好 都输好输满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输好输满 而骷髅王三刀 直接秒掉对手霍兰居然 霍兰居然这边口断的选择了满活 但是潮汐的这个跳大 直接定住两人 刷新第二个大招给上来 秒掉对手的马尔斯 船长这边是开启了自主的一个幽灵船舰队 但是 好像还是有点扛不在住 马尔斯被击杀掉以后选择了满活 看一下骷髅王 骷髅王这拨接着往上冲 小丁丁已经被秒了 潮汐这个地方吹了一下自己 但是还是被船撞到了 这样的话潮汐被带走 看看这个船长扔个雨星锤 砸于骷髅王 PP这个地方就是打不死啊 好结实 这块船长被对方把低挑命打掉 这个时候PP再疯狂吸血啊 往前顶 骷髅王再站起来以后 跳刀过来 炸一下飞飞的跃旗 被带走90秒 没有买活 差30块钱 DP好结实啊 我的天 别的不说啊 这个LB在S 征担这个选手 他的这个DP用的 这个是我近一年来 见过最好的征担DP 没有之一 这整场比赛节奏打的最好的 最舒服的地步 没有之一 全世界所有的队伍都算上 好了那不管怎么样 这场比赛我个人感觉 LBCS的这个表现 确确实实是让人感到很惊艳 整场比赛的节奏 包括个人的发挥 还有团队的配合 虽然在这个最后 倒数第三波团战的时候 出现了一些小瑕疵 但是呢 不影响整个比赛的一个节奏 好了这场比赛给大家做到这里 咱们稍事休息 一会儿给大家带来双方BO3的第二场比赛 个人真心建议啊 真心建议别再选越骑这个英雄了 只有强队打弱队的时候 可以拿越骑这个英雄出来娱乐一下 比如老干爹打所有的中国队 他有资格去用越骑 其他的队伍真的就别用越骑这个英雄了 这个英雄拿出来以后 作用实在是太小 好我是萨尔大叔 稍事休息下程比赛见摩摩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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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